哈喽 那个听姐好 介绍的 下午好 今天带你们来到这个我们第一次来的小区 这边叫做Sennibon Villa 这个小区里面只有140多间单位 而且这边140间单位里面 全部都是半独立的房子 没有掺杂着牌物 也没有填置物 都是这种大款的半独立 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全新二手房 从来没有人住过的 它的建筑面积是40乘 它土地面积40乘80 我们里面的建筑面积非常的大 一间半独立的建筑面积4876平方时 好 来看一下车房先 车房的话 停两辆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等一下你们继续看里面的格局也非常的特别 它这边车房停两辆车没有问题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柱子是在比较靠近房子的地方的 不是在外围 所以你两辆车停进来 那个宽度旁边还要在走动 或者是还有小朋友要停它的脚踏车都没有问题 麦哥说什么 麦哥今天有带麦也可以讲话 好 来看一下旁边这边它是左右两边 你可以看到半独立 可是它左右两边的客厅的部分是没有 没有紧紧靠着的是到中间的那个房间的 房间的窗口才靠着的 旁边这边的空地来看一下 一整个的这个空地延伸到我们的厨房空间 来我们进去屋子里面参观 我们这一间屋子在Sennippon Villa这一边 它去这个CIQ去波底市中心 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 然后呢这边5分钟就可以到Basegudang Highway了 5分钟上Basegudang Highway 4加1间房5间厕所 这一间是坐北朝南的 坐北朝南永久地气 保安卫力区只有6年的物林全新二手单位 我们先看客厅 你会不会觉得这间物质半独立的客厅特别的大 有吗 真的很大喔 建筑面积也很大 为什么呢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在镜头前面看 为什么在客厅没有看到楼梯的 你可以看它整个空间感是非常宽敞的 你的沙发看要摆大大张的都可以 饭厅的空间要放在这边也可以 到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我们客厅有楼梯对吗 我们楼梯是隐藏在后半部的 如果有拜拜安神的朋友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拿来安置你的神台 神明厅都可以 我们这一个款 它是有一个高挑的天花板的设计 上面采光是直接直射进来非常漂亮的 然后是向南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热的问题 楼下的房间长辈房 就在我们这个饭厅空间的旁边 长辈房你可以看到它很大一下的 正正方方 放一张双人床 我们再放一个衣橱 可能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小小的梳妆台 给你的长辈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长辈房里面有着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还可以是做到干湿分离的独立卫生间 再来我们往后走 往后走你就会看到了 要去厨房的路上 原来我们的楼梯是在左手边的 我们先来看干湿厨房 这一边呢 转进来这个格局就是我们的干厨房了 Sennibon Villa 这个地点它的房子的格局 这个房口我们今天参观的还真的蛮漂亮的 都是正正方方而且很宽敞 这边你拿来做壁厨在上面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个L型的table talk 中间要做一个小中导也可以 然后我们的干厨房跟湿厨房之间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做这个推拉式的窗 一进到来湿厨房这边这些 我讲这间是全新二手单位 这些刚刚屋主跟我们讲 这些台啊 table talk还有上面的壁厨呢 都是之前发展商一起附上的 所以都不是屋主住的 都是全新的 然后这边可以做干厨厨房炒菜那些 然后我们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空间 还有一个地的 后面大概有一个十扯地左右 如果你想要将我们的邻居这样子 做扩建的话 空间都还够 我们的这个厨厨房旁边也有一间厕所的 这一间卫生间呢 可以讲如果你有用人的话 旁边这一间是用人房 侧边这间就是用人房的厕所 然后平时晚上睡觉可以关起来这个门的 我们去楼上参观参观 这一边的话呢 楼上我们来看楼下是有一间长辈房 一间用人房 楼上呢 它是有三间房间的 所以总共是四家一间房 五间厕所 这个小区里面啊 刚刚务数说 95%都是华人啊 华人区来的 一上来楼上采光真的很好啊 除了刚刚我们拍的这个地方 有这个落地玻璃采光 我们右手边 楼梯这边都是亮亮的 因为也是有做好这个窗户的这个采光 然后上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给的扶手 楼梯跟旁边的围栏的扶手都是摆杠的 我们楼上是没有小厅的格局的 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房 我们去参观房间哈 它的房间的空间都是还蛮大的 这一间第一间参观的房间 它是属于长形的 这一边的话 过去它是一个长长的方形 你的床哦 可以这样子摆 旁边也可以做衣橱 或者是你要摆那边也可以 一个很方正的形状 要怎样摆设都可以 而且采光都是很好 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卫生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壁砖也很漂亮 这种灰色系 要做一个玻璃门的话就可以隔起来了 因为这边屋龄只有六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些地砖 壁砖的这些款式样式 都是蛮modern的 不需要什么大座 我们来第二间房看 第二间房的话呢 比刚刚那间稍微差不多小一点点而已 第二间房它是两个正方形组合起来的 这边一个大正方形可以拿来做卧室 放床 放梳妆台 我们的衣橱的部分可以放在这个小正方形这边 因为这边旁边就是厕所了嘛 所以你这边拿来做衣帽间 进去里面这边呢 就是独立卫生间了 都是空间感是非常购的 只要加多一片玻璃就可以干湿分离了 再来我们去看看主人房这边 主人房来看一下 哇主人房很大耶这间 这间半独立重点是 诶对讲 这样久还没有讲 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最大的卖点是卖价值是1.2个M而已 120万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房间的感觉 瞅到最远给你们看 麦哥站一边 我站一边的话 整个空间你都不懂要怎样摆东西 你的床想要怎样摆都可以 可能你想要在你的这个卧室里面 再放一套沙发或者在做一个小小的很像看电影的空间的话都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很大的方形 然后我们旁边这边可以拿来规划做成衣帽间 这边的话可以做一整个的壁除书装台都可以 我们这个衣帽间的话走进去这边就是我们主人房的浴室了 它这个浴室有分割好了 主人房就有给你做好玻璃门 我们的淋浴间 我们的浴缸 马桶的位置还有你看到吗 这个洗手台是原装的 原装就有做好这种台面了 而且给的这些料都还蛮不错还蛮好的 所以主人房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喜欢 因为真的很大件 应该不需要再做扩建了 而且我们这边原装这一个房款的话 它就有给你阳台了也不用你再扩建阳台 可是当然还是有一些邻居 想要更大的阳台都可以扩建的 我们这边它是Individual Title 所以你想要改建 扩建外观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点就是在哪里 其实它叫做Sernibon Villa 其实它很靠近我们的这个Basek Udang的highway 这边也很靠近Sernibon Curves 靠近Burma Shire 靠近Seli Alam的 这一间是双城半独立 这一个小区140多间屋子里面 全部都是半独立 这一间土地面积40x80 然后4876sqft 我们这一间是4加1间房 5间厕所 大门的方向是向正南的 向南的方向95%都是华人 而且这边永久地气 物龄只有区区的6年而已 非常的新 这边也是24小时保安威力区 每个月保安威力费只是250块钱而已 卖价是120万1.2个M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的地点的话5分钟就可以上到 Basek Udang Highway 10分钟你可以到Aion Derbal 也可以到我们的Aion Burma 还有到我们的Burma这边的商圈 银行买东西吃东西还是晚上非常热闹的 15分钟可以到Mid Valley KSL我们的Planney 到Siri Alain也是15分钟车程 如果要去到波底市中心 或者是你要下CiQ Custom 进新加坡的话20分钟就可以到CiQ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卖个听姐好介绍 或者WhatsApp我们 跟我们这个物质的location 因为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第一次来拍摄过这边 如果是屋主们要卖物质 也可以联系我们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 记得离开的时候 点赞分享给听姐一个like先 分享出去给你在找这物质的朋友 等一下结束的这个视频 后面还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旁边的公园 我们下次再见